中国已判明的最大煤田,也是全球最大的煤田,出产的煤极其罕见。陕西省福古县位于举时瞩目的神府东盛煤田腹地,这里蕴藏着飞升海外的煤炭资源,是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的桥头堡,也是全国百祥县,神府煤田是中国和世界特大煤田之一。 然而作为神府东盛煤田的一部分,其50%的土地下面都有煤层,有1600平方公里之多,储量超过200亿吨。神府煤田,面积约0000平方千米,有5-6个可彩煤层,总厚度14,1-21。 5米,清角不到一度,储量6690亿吨,探明储量2300亿吨,埋藏很浅,神府煤田的探明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发现,也是中国最早用煤作为人料的地方,已建成三个年产总能力为1-2兆吨的矿井,有4个年产3兆吨的矿井正在施工。 2000年将建成60兆吨的年产能力。煤层稳定,埋藏浅,优质动力煤,瓦斯含量低,用水量小,开采非常方便,必将成为一颗璀璨的明珠。 勘查面积之广,控制矿产规模之大,在我国固体矿产资源勘查史上是不多见的,两台挖掘机正在半山高处挥避产土。 坡底平地处,一台装载机正在用新土掩盖阵雨造成的积水带。